想知道疫情怀孕在美国怎么产检 之前就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进出门啊都要填写出入调查 或者你的一些背景调查之类的 戴口罩啊测体温啊也是免不了的 大家都是预约制的嘛 所以不会说是一下子一个时间点 都挤特别多人去排队 以前产检它是没有规定要多少人陪同 但是现在的话都是规定只能一个人陪同 就防止一些交叉感染 一个人带宝宝吗 宝宝是谁带呀 全部都是有你带吗 很多人问类似的问题 coco在四个月之前 就是有一半的时间是我妈妈在带 然后我妈妈回国之后呢 就是我婆婆在这边帮我带 差不多带到coco四个月大的时候 他们就都回国了 到他七个月的时候 他就白天去daycare了 美国的daycare就时间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可以一早上可能六七点把它给送过去 然后晚上五六点六七点再把它接回来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边又会说 啊这么小去daycare好可怜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不要觉得宝宝小 他就没有意识 他在那边玩可开心了好吗 刚刚去的第一个星期还有点不适应吧 那没过几天我去接他 他都不理我 他不想走的 而且我觉得宝宝在daycare里边学到了很多 就他七个月大的时候去上幼儿园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就明显发现他懂事了好多 他学会了好多东西 小宝宝就喜欢学大宝宝的嘛 比他稍微大一点点的宝宝 在那边爬呀 或是在那边用手拿着吃东西呀 他也会跟着学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美国这边幼儿园啊 他是六周以上就可以送过去 好一点的daycare 他是只收八个小朋友 所以这个名额特别的少 像这种小小班就特别的抢手 一般可能都需要提前个一年 一年半的样子去定位才行 当然我也不鼓励大家 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把小朋友送过去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想送的话 六个月以上送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可能大家都习惯性的问 是你一个人带宝宝吗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有点刻意的把爸爸的这个角色 爸爸的这个职责给撇开了 我从来都不认为 带小朋友只是妈妈的工作 大家不要一开始 就把爸爸从这个职责里边给划分开来 爸爸必须带小孩 爸爸必须得参与到带娃的每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只能说是我跟龙哥共同在带小孩 备孕的过程 二胎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 其实我跟龙哥没有很多这个备孕的过程 我都觉得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到了 可以要一个小朋友了 过一段时间就发现 有小朋友了 所以二胎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 讲一讲生coco的经历吧 这个我在vlog里边有跟大家说到 所以大家去翻我的那个vlog 我觉得如果你在备孕或者不了解这个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初次当宝吗 觉得很累 想听听你的育儿方法方式 生二胎会请月嫂吗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 美国很难请月嫂 特别是奥兰多这边 可能加州那边还好一点点 奥兰多这边就是没有什么资源 而且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嘛 很不好请 今天下午我妈还我婆婆就会过来 他们就已经来美国了 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可能会帮我们一起照顾小朋友 关于小宝宝的育儿方式 这个就像我之前回答过的那个问题 我跟龙哥观点都是 先顾好大人 然后再顾小孩子 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 状态不好 小孩子又哭了 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处理好自己的心情 你要知道小孩子哭一下 他不会有什么心理上 身体上的伤害的 但是如果你拖着一个身心俱疲的身体 去照顾他 小朋友也会感到 妈妈是不是有点不对 妈妈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了 这个样子你的状态 反而是会给小朋友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像和小朋友相处的 这几年的时间吧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经验 就是延迟响应 如果小朋友哭了 闹了 打架了 生气了 发脾气了 你不要说第一时间解决他的情况 如果你马上去响应他 他就会知道 哦原来我哭哭 妈妈就会这个样子关心我 但是如果你延迟响应的话 他可能会哭一下 然后他就会想 妈妈是在工作吗 爸爸是不在家吗 他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在脑袋里边 促使他去行动 这一点啊 不管是在coco很小很小 几个月的小baby的时候 还是在他现在已经四岁的这个年纪 我都觉得特别奏效 小宝宝你不要看他小 他有自己思想的 他知道该怎么去对外界的这个环境 对外界的这个人做出反应的 想问对生宝宝的看法 前几周的时候 我还在跟我一个国内的好朋友 在聊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女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除了你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强迫你的身体去生孩子 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伴侣 甚至是你的小孩子 为什么说小孩呢 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看见 邻居家 有什么哥哥姐姐呀 他可能回来会跟爸爸妈妈说 我也想要有一个弟弟妹妹什么的 就算是你的小孩有这种需求 也不是促使你去生第二个小朋友的理由 我觉得生宝宝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不管你以后的生活啊 家庭啊 是平衡的多么的好 妈妈的付出啊 操心啊 是最多最多的 要生宝宝 一定要自己想好 一定是你确定了 排除了任何的客观因素 你确定我自己 我想生了 我想要这个小孩子 你再去生 结婚的时候 几岁 第一胎怀孕的时候是几岁 结婚的时候 我天哪 我这个人对数字特别的不敏感 所以老是被龙哥吐槽 就很多纪念日我都会忘记你知道吗 我就只能零星的记得那么几个纪念日 再多我就不记得了 我结婚的时候应该是 二十六七八九岁 反正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早 第一胎怀孕的时候几岁 二十九岁怀的 下一个是关于产后修复的问题 比如会有妊娠纹 痣 那个什么 第一胎生完之后 孕后怎么修复的 孕后怎么修复啊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怀孕的时候都会擦那个什么油在身上 生完之后 我建议大家继续擦 因为皮肤它的弹性就从这个样子 突然的是这个样子了 你需要额外的给它多一点油分 去滋润它 让它保持这个弹性 关于产后修复的话 美国是没有太多地方做 像国内那些很好的什么 什么骨盆修复呀 或者是盆底肌修复 所以低胎之后 我没有做任何的修复 自己通过运动慢慢慢慢的恢复了 很多人不是说要生孩子早生嘛 就是因为好恢复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就不要拖到太晚生 稍微早一点的话 有助于你的身体各项机能 自己去修复 我记得生coco之前的倒数第二周 我的肚子是往前涨的 你知道吗 它就不往两边 变得太前太尖了 然后肚脐的旁边 就有那么几根 好像特别短的那种 可能应该是妊娠纹 后来我还特沮丧 我还说 哎呀坚持到最后了 还是逃不过 但是产后之后 它就神奇般的消失了 可能它那个特别短吧 所以我没有太担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长不长妊娠纹 可能跟体质跟你皮肤的弹性有一定的关系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宝宝不要太大 这样的话 其实你到最后生产的时候 测切啊 或者是如果严重撕裂啊 也不太好 然后宝宝太大 长得太快 也是很容易把肚皮称裂 不是称裂啊 就是称的有那个认生文出来 然后关于这个小朋友问的 治这个问题 我感觉就是还挺顺畅的吧 就没有太多这个经历 可能比较幸运吧 产后的话 像什么束缚带啊 束缚裤啊 我这个之后再给大家录吧 还有骨盆带 很多人就是也有推荐 那骨盆带 我觉得大家不必买 因为它是放在你的胯那个地方 但是你总是要经常走路 经常坐下什么的 它很容易移位 你如果要带那个骨盆带的话 就去买 我在618那个视频里面 有说的华哥尔的束缚裤 买那个高腰版的 它是带着骨盆带一起的 而且那个是穿到身上去 不太容易会移位 怎么调节产后心情 和带娃的繁琐生活 说到这产后心情 的确是有很多 有产后抑郁的这个情况啊 产后荷尔蒙会急速的暴跌下去 我真的觉得有一段时间 我有点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现在回想起来啊 那段时间 我给我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我总是会苛责自己 做得不太完美 再加上Coco小的时候 它有湿疹 我会把Coco身上发生的一些湿疹 苛责到我自己的身上去 我觉得我怎么没有把它照顾好 会无形当中给自己 特别特别大的压力 我现在再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那段时间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黑暗 比较压抑的那段时间 当然我没有去看心理医生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可能 还没到那么的严重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 告诉你的亲近的朋友 让他们了解你现在的状况 关于家庭 关于感情这方面的平衡的话 我跟龙哥也是商量好 就是不管有没有小朋友 我们都要像以前恋爱的时候一样 就比如说找时间呀 去约会呀 去干我俩喜欢的事情 现在有了小朋友之后 有一些事情会有局限性 比如说小朋友睡着了 我们不能够出去看电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换个方法 我们在家看电影 买点好吃零食啊 搞个Friday night Movie night 也挺好的 总比就是大眼邓小眼 什么都不做呀强 但这种方法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方法就是当下会很快乐 不好的地方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你熬夜 看电影看剧 第二天一早起来 又要弄小朋友 就会有点累 我现在就经常跟龙哥说 我说我俩是革命性的友谊了 现在升华成为了 睡在彼此旁边的战友了 所以呢 就时不时地得互相cover 对方的工作 你不行我上 我不行你上 宝宝什么时候都学什么 我其实没有太关心 宝宝学什么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小的时候 就是玩呗 快乐就行呗 那现在小coco 他自己要求 他特别想学舞蹈 然后我就给他 报了个舞蹈班 这种学东西 可能对他来说 就不算什么完成任务 更多的像玩一样 只要他喜欢的话 那就去玩去学呗 初一期备孕 加上孕期保健品 护理品的食品 这个也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我希望我能快点 把它给做出来 希望可以在我生之前 给大家PO出来吧 因为我现在孕晚期了 我真的随时都可以生 所以大家就时间上宽容一下 我尽快好吧 终于最后一个问题 想知道30多怀孕辛苦吗 有点怕 30多怀孕不晚 现在大家都晚婚晚育 特别是国外 就35以上 才会认为是高龄产妇 像国外40生娃的 也挺多的 而30多 我是对自己的身体 还是挺有信心的 身体都挺好的 大家不用怕 当然有些人 就是孕期反应特别大 吐啊什么的 的确前期会挺辛苦的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大家不要想的太多了 最重要的还是 平时要照顾好自己 管理好自己 健康饮食啊 然后有去健身啊 保养啊这些 其实等到你怀孕的时候 你那些反应都会比较的好 还是那句老话 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OK 以上这些就是全部的这次Q&A 录之前我真的很紧张 大家一直在催这支视频 我一看到大家催 我就好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很少做这种纯聊天的视频 而且很多问题就关于我自己的嘛 就感觉 好紧张 但是录完之后觉得很轻松 而且像跟一个老朋友聊了很久的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是 说了一口气 觉得很舒服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不知道我今天的回答 跟大家印象中的CC 有没有什么差别 好了 那我也准备去吃点东西剪片子去了 希望尽快的剪出来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